肉里面长了蛆虫还能吃吗 常理来说是不能了 但如果吃了这带蛆虫的肉 就能拿下50万每刀的奖励呢 如果是你 你愿意冒险一试吗 塔子没有别的选择 他太想得到那笔巨额奖励了 他很清楚 只有吃饱喝足才能在这里生存的更久 只要成为食人里耳到最后的那个人 就能实现愿望 不管是蛆虫还是腐烂的肉 他都得冒险尝试 尽管这些肉已经不新鲜了 但仍有基于他的猎手 塔子竭力保护自己的肉 不被乱村的雕吃掉 同时又急起来到河边抓鱼 这两天风特别大 浪头也特别汹涌 系着渔网的降落伞生 硬生生断了 好消息渔网还在 坏消息 渔网已经烂得不能再用了 没有渔网在睡里捞鱼 诸实是一塌损失 现在食物紧缺 只能从彼此地方入手了 在这荒冷的孤岛上 生存了33天的塔子 已经瘦了19公斤了 放任自己瘦下去的话 可能会被医生诊断不适合继续挑战 而被迫退赛 所以他自已温饱为一切行动的奋斗目标 他在林子里也设置了大量陷阱 他从来不吃松鼠 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 但是一只松鼠 拿着他多撑五天的话 他愿意将就一下 他在所有松鼠踪迹的地方 都留下了陷阱 只要能找到一只 就能多一次希望 米奇身材壮实 对比其他选手也年轻了打扮 从胜利上就有很大优势 但前段时间的折磨 让他有点想家了 现在无事的他 给远在嘉心的儿子 做了一个玩具 玩了一会儿后 才出门打猎 前几天 米奇弄到了三只松鸡 部分的肉已经两肝储存了 要是再来几只就更好了 他来到树下 仔细寻找猎物的身影 很快他找到了一只松鼠 可小松鼠嗖的一声 就钻到了岩石下面没了影 米奇找了个地方坐下 一边晒日光雨 一边等待猎物主动上门 终于在极度安静的环境下 他听到了一点松鼠的声响 他张弓射箭迅速拿下了它 这是他的第一只松鼠 相信也不是最后一只 米奇小心翼地剥下松鼠皮 把剩下的肉都拿去烧烤和煮汤 虽然整体肉并不多 但是已经够他撑几天了 凌晨时分 米奇还在熬夜 他实在受了那些吵闹的老鼠了 他准备了一根棒子和绳子 当老鼠啃他的锅盖 他就拉动绳子 靠这两样道具 他就已经抓到四只老鼠了 虽然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抓到的 要剥皮的最小动物 但还是感谢大自然的馈赠 只是躺在床上拉绳子 就可以拿下一锅耗子 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米奇的动作很玛丽 在天没两之前 就完成了剥皮和烹煮 啃箍着的时候 他一直在想 怎么抓一头驯鹿赢得比赛 反正不管哪一种猎物 肯定都比老鼠要好得多 另一边 华耀特一脚醒来 发现驯鹿湖跟前两天不一样了 天气很好 很适合钓鱼 所以他决定 尝试他自制的第四个诱饵 这是他用最后三个鱼钩 做出来的诱饵 名叫驯鹿妖 这是他最后的王牌 成败再次一局 华耀特尽可能让自己乐观一点 有些人认为 这是一场与其他九个人的比赛 其实不然 因为每个人都分散在不同的孤岛 他们能知道的 只有自己的位置和处境 能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熬到最后 才是这种竞争的本质 如何让自己长久的生存下去 让自己变得强大 这件事和别人没有关系 华耀特迎着冷风 在湖边站了好一会儿 终于他的鱼竿 钓却一条超大的狐尊鱼 但他还不想收工 驯鹿妖出击 他激动的拿着鱼钩 想象出下条上钩的鱼是什么样了 结果鱼钩就被甩飞了 他又气又急 为什么物极必凡的定理 总是在他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他把自己给气笑了 呼水很深 温度很低 不适合下水搜索 他只能站在岸边无能狂怒 华耀特心态还怪好的嘞 骂了几句后 他就放下了这件事去散步了 他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 要想成功的度过一生 唯一的方法就是 接受生活中的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在这种关键事件更是如此 华耀特背着弓箭 刚绕到林子里 就看到树上有动静 他稳住弓射出一件正中目标 打猎这事 他驾轻就熟 只是运气不是特别好 前几次的失误给了他一个教训 大自然的东西可以拿 但不允许拿太多了 不过看到树上的小松鼠 他的剑根本停不下来 没开耳朵 他又拿下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 一天 一鱼 一鸡 一松鼠 他已经满足了 他绕过林子来到湖边查看渔网 惊奇的是 渔网里竟然还有一只迅鲁湖白鱼 今天的势头真的起飞了 还没到中午 就有了能吃十来天的食物 这不就是翻身的机会吗 一早晨 水入空全都拿下了 他激动的咧嘴大笑 谢过大赞人后 便开心的回家了 阿赖有些难受 渔网放弃有段时间了 但是什么都没有忘到 没有鱼 也没有鸭子 今天的湖面平静的可怕 就像什么都没有一样 他抛下鱼钩 扶自己保持耐心 正如老父亲说的 只有耐心等待 才有可能获得胜利 终于他的钩子动了 他顺利拉起来一条漂亮的小狐尊鱼 他收好小鱼准备再接再厉 然而这一次抛钩 他的幼儿被一只大苏子鱼看上 直接一口就给摇走了 阿兰气急败坏 难以置信 没想到这么凶猛 这么巨疾的苏子鱼 不过现在的消沉没有意义 还不如收拾好情绪 尽可能挣扎一下 晚上睡觉的时候 阿兰有点崩溃 因为他的半门半醒时 一只小动物 从他胳膊上跑了过去 他确定那是一只老鼠 当然要是不是老鼠 该有多吓人呢 老鼠瞪着他小小的 闪亮的眼睛看着他 让他心里发毛 阿兰给他取名叫斯科蒂 小老鼠的名字很可爱 但是行为很可恶 他把妻子给他制的毛衣 啃得不成样了 不仅如此 还会啃咬他的睡袋 他发誓 一定会拿下这只臭老鼠 这时候不出的补薯器 肯定是不行了 他用薄木片和石板 以及小木棍做了补薯器 能不能生小不知道 但至少有心理安慰了 做完这些后 阿兰才出门钓鱼 他做了新改良的 胡尊鱼宝宝号 这次改良版的是防丢的 就算梭子鱼咬住了他 钩子也不会轻易钓 但是能不能钓上鱼 他心里也没底 毕竟天气凉了 就连他自己都想 每天窝在营地里 更何况是鱼呢 到这里36天 他已经瘦了18公斤 不快点补充营养 可能就走到头了 他尝试把鱼钩泡得更远 但就在这时 他发现有一群松鸡飞过来了 他立马收回鱼钩 拿上弓箭就去裂松鸡 这次的准心很好 一箭就抓到了松鸡 这一下日子终于有点盼陀了 当晚阿兰准备睡觉的时候 他又听到了稀稀苏苏的响动 有时这些没完没了的老鼠钻进来了 他翻了个身 一睁眼就看到了柯蒂 在他床上嚼东西 被逼起大兰 徒舍着干掉了他 心头大患一出 终于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 早上八点 塔子就到湖边钓鱼了 他手足的食物还够 他只剩五六天 但是他更想猎杀一头陀鲁过冬 水里没有鱼网 他能依靠的就只有他的鱼竿 在鱼村长大的他 自认为有更高的胜算 果然他很快就钓到了一条尊鱼 如果能钓到更多的鱼和小野味 获胜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接着塔子又钓到一条苏子鱼 这是个不错的开端 终于今天可以吃鱼头汤了 有了鱼汤的滋养 塔子身心舒畅 就在他沉浸的喝汤的快乐中时 却发现有个小东西在远远的看着他 他着急看了一眼 好像是一只雕 这家伙出现 不是准备偷东西 就是已经偷了东西 塔子活迹活了 聚累上去 成功将其拿下 第21天和第33天 雕偷走了他一些肉 害得他担惊受怕 这回他终于报仇了 塔子迅速给他剥皮割肉 起锅烧水 接着美美的吃了一顿 在这里没有食物就只能退赛 可今天这一顿能让他再撑几天 又让他点燃了打猎陀鲁的希望 第37天 温度变得更低 狂风呼啸 连生活都变得更难了 梅兰尼深百味的生活的时候 引燃引地 所以他着急的做了一些补救措施 虽然此时的他手头上还有很多浆果 但随着天气变冷 浆果会开始枯萎 到最后会越来越少 到那时 就不是能用浆果解决的问题了 梅兰尼用碎木头填补了防风墙 让营火更暖和 他很喜欢忙碌的生活 因为一旦停下来 他就会多想 这些天天气不好 再加上没什么食物 让他压根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所以他开始想家了 想着想着 就开始痛哭流涕 但是这并不能缓解他的难过 吃事不能振作起来的他 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另一边 米奇有了个新的想法 他把啃过的松几个老鼠骨头的 晒干后磨成粉 用来做肉饼 如果能做成功 也是次不错的突破 毕竟骨头也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当然管有这些还不够 他带上弓箭出门寻找猎物 食物不会飞 但是要耐心的去找 米奇今天运气还不错 在路边发现一件残留的浆果 他打算把这些浆果做成锅谱 气温开始下降 手指也开始动得不能动了 如果不做点储备粮的话 冬天很难熬得过去 回到英地后 米奇把浆果碾碎 寄掉枝叶后 把它们做成了饼 日子很艰难 但是还得坚持下去 谁知道最后会不会成为冠军呢